好了 不要动 挺好 他什么 你再说一遍 2011年是胡的 他现在不愿意说话 不是不愿意说话 他不能说话 听得懂吗 他脑神经已经出问题了 你自己讲吧 你打开了几个孩子 我打开过两个 两个不止啊 在他身上就两个了 在你身上还有两个 我知道我做了好多念 所以我不要感恩太太师傅 能救我 我告诉你 一想吃我的生命 一想吃我的毁灭 我告诉你 现在这个就是你的业障 我知道 我告诉你 有的你吃苦了 明白了吗 感恩太太师傅 你赶快念经啊 我是在念 明白吗 你现在念经 明白吗 你好好念经啊 小朋友 我叫他安静下来 是的念经 我一直在向菩萨忏悔 我今天是一定要跟 观神菩萨好好修行 跟着他让师父好好修行 你现在答应他吧 给他身上念108章吧 好的 好吗 好 师父我怎样给他做根课 每天 因为我现在每天是给他念 大悲咒 三到七遍 然后心经最多念到二十一遍 礼佛有时候念的不多 好了 108章啊 小朋友 小朋友 108章啊 给他108章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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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你赶快把他念吧 好的 108章之后还要 要很多 那我以后是二十一章 一波一波都给他念 好吧 对 一共要给他念四百章 好的 好吗 对 我以前上菩萨学院 给他念过四百章 你们边上找个人抱一下他呀 帮他抱一下呀 不 好了 你把他抱起来吧 我抱 不哭 不哭 大家现在看见了吗 一个人不好好修 这就叫业障 我告诉你 让你痛苦一辈子 而且很多爸爸妈妈自己 自己的孩子 他没有办法 好了 感恩台长师傅 我一定会好好念经 好好修行 好了 我告诉你 你大概在 你大概在一个月之后 你会做一个梦的 会告诉你 一共要多念多少张小房子 台长现在先告诉你 108张 好吧 因为我经常也梦到师傅 师傅也在梦里面 来给我加持过 我知道我非常感恩 感恩台长师傅 但是你自己做的念得 你自己瘦 我知道 我知道 我做的念是很真的 好了 好了好了 下去吧 下去吧 感恩台长师傅 所以大家想一想 人真的很苦啊 真的 生出来的孩子这个样 你们大家说苦不苦 你讲吧 台长好 我请问一下 我请问一下 我的孙女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活动 我孙女是96年出生 叔叔的 他今天高考 在那个中国大陆 我想问问 看他的这个 你不念经 看什么 有什么好看的 我不懂 我第一次参加这样活动 所以 所以我就来问一下情况嘛 所以一般的像这种情况 我都不看的 是吗 我想看看他的前程 你看看他的这个 你要看前程 你找人算命去吧 不要找我 因为台长 一定要信佛的人 才可以看的 就是我信佛 因为我说 我第一次参加这样大型活动 你可以指点我嘛 我也看孩子的这个前程 或者他的图腾 你要记住啊 你自己 你如果对哪一个放不下 你就是欠哪一个的 因为离得远嘛 他在国内 我在这 你就是欠他的 是吗 明白了吗 这个 像这种事情 实际上最好 你把这个时间 让给人家 要救命的人很多呢 真的 好吧 好好好 谢谢啊 谢谢你 台长是心疼 那些身体不好的人 躺在医院的人 或者生癌症的人 喂你好